第一線員警最近壓力不小 像是建議大早一名夫人 搭火車到台北的途中 她只是拿出水果刀要切水果 就同車的民眾報警抓人 就讓夫人相當錯愕 會不會覺得很委屈啊 沒有啊 啊啊啊啊 拿著包包遮住臉的方姓夫人 急著離開派出所 沿途不斷解釋 沒有要傷害人 啊你是要切水果的嗎 沒有啦 沒有水果的 只是蕭哥水果怎麼會鬧出這麼大事 還被抓到警察局 讓他想也想不到 水果刀洗滴完畢 就準備放回他的塑膠紙套裡面 被民眾發現 然後民眾就比較驚恐 然後就報警處理 上午7點40分左右 消防局接到報案 台鐵114次車次 從新竹開往基隆的區間車 一名50多歲富人 在車廂內回舞水果刀 做事砍人 就怕北捷疊血案再度重演 遠景獲報後 趕到鷹哥站攔截富人 列車也緊急停靠在樹林的山家站 富人則被帶回警局做筆錄 不過富人解釋 他在桃園站用水果刀削完芒果後 要搭車到台北上班 上車後拿著刀到第七階車廂的廁所 要把刀給洗乾淨 回到車廂後 隨手把刀片上的水給甩乾 不過這個動作 可把乘客嚇了好大一跳 他可能就是拿著刀在那個廁所外面 他可能還沒有把他收拾 那這樣很可怕 那就很可怕了 預防的事情會發生 所以一定要去通知 鎖定只是虛精一場 但歷經北捷事件後 民眾各個體心吊膽 生怕一個沒注意就是重演 顯然心理創傷 還要點時間才能恢復 UDN TV 楊貴健 吳星倫 新北市報導 建内 東京 東京 北市 北市